觀眾朋友大家好 籃球護士來到第五集 我們今天來到師大 要找一位過去採訪也很熟悉的朋友 歡迎今天的特別來賓 華君好 然後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是台師大教練張榮軒 你現在接是幾個月嗎 目前 而且我知道你是 加一組都帶 上學期 也就是一二月的時間 那當時學校委任我的工作是 他們所謂一般生的籃球隊 那收的學生大多數是其他學系 就是可能正常的國文系 數學系這些比較屬於 非體育系的一般生籃球隊 那在九月的時候 因為志群教練 他到了職業籃球隊 那那個時候師大爺問我 有沒有興趣能夠去接任這個任務 那我想其實這也是之前自己 有參與過的一個團隊 開玩笑說這個 因為他要帶的學生蠻多的 任人可能會是第一個任務 一開始有沒有什麼好笑的事情 開始就是 其實甲族的學生還算熟悉 因為其實前陣子都還是有 在知道要接籃球隊的時候 才稍微了解他們的比賽 那但是就是因為年代 真的有比較久遠一點 一般的轉球隊確實是比較困難 因為人有時候其實他們會 因為他們學業上面 會來來去去 那大部分我還是希望 他們每個人都有一個可愛的綽號 例如說像Jimmy 像Tony 有時候我會覺得說 是你取的嗎 還是他們 沒有 他們原本自己的綽號 然後我都會想說 可以用這種綽號來代表說 你跟他們溝通的方式 那像我們也有一個原住民學生 也很可愛 他的名字大概有十個字吧 那我其實認他的名 認了非常非常久 然後只是現在我還是有點念不出來 但是只要我在球場上 只要我有事情要跟他講的時候 我一定會練他的全名出來 師大字母哥的概念 對 還有十個字母 而且他是好像是原住民 對 我覺得還蠻可愛的 對 好 我那時候在來這個單元的時候 看了一下 其實你球員時期從台營 一路其實打了好多球 對 這是開玩笑說 就是你球衣其實有蠻多個版本 收過蠻多件 然後現在回想其實很快 就是球員生涯如果我們這樣問你 你也達到三千分的俱樂股嗎 有沒有什麼很難忘的比賽 其實如果有機會 真的 我真的很希望自己的球員生涯 可以每一支球隊都帶過 那整個球員生涯 其實我大概是十四年的職業生涯 我記得十四 十五年吧 如果再加國中的話 可能就可能要二十年了 對 然後真的是佔據我 就是整個人生很長的時間 那你說有趣的事情其實 真的 就是不慎美局啦 太多了 從高中自己比較稚嫩的時候 談起的話 當然就是田本玉教練的那個 細心指導 然後我... 細心嗎?我以為你要多眼力 真的是非常的細心指導 對 因為他現在... 我現在跟他接觸的時候 其實他是變成一個很慈祥的一個 一個老師一個教練 但是很多跟他帶過的球員 然後以前的學弟都會說 這是學長什麼 田教練不像你們 說得這麼可怕 不一樣 對 那其實 田教練當時是在帶我們的時候 他大概好像也是... 二十八 二十九歲 那他真的對我們真的是非常嚴格 就是... 從... 從我們寢室內的那個整潔 衣服有沒有折好 然後再來就是... 衣服有沒有折好 對 衣服有沒有折好 然後你遲到 或者是你練球不認真 那更不用講 那個絕對就是... 都是... 對 我們... 發得很慘對不對 對 非常非常慘 就是有可能跑一百圈啊 可能會有很多... 很... 現在沒有辦法在電視上... 說明的一些處罰方式 但是真的我覺得... 其實可以啊 沒有辦法 真的很感謝當時他給我們這樣的教育 然後再來是信濃高中 因為其實也要特別談到這個學校就是... 他在今年就是告一個段落了嘛 那其實對這母校還是非常懷念 尤其是我們當時在資源非常不足的情況下 我們還一路挺過來 然後拿下了第一次的冠軍 那信濃他真的是一個非常偏僻的學校 然後加上我們跟北部的資源 在南部的學校確實都是有點落差的 那真的很辛苦當時的兩位教練 就是田本一教練跟黃一翔教練 他們願意在那個地方 然後培養出我們這一批很優秀的籃球員 對 那是我自己高中印象滿深刻的 欣榮那個時候你是乖的嗎 還是屬於... 其實我們還是真的比較調皮老蛋 對 因為田教練其實他真的是很疼愛我們 但是他只是他的方式比較嚴厲一點 那當然叛逆期的時候會比較... 比較常常會做很多讓他比較生氣的事情 例如... 小事喔 例如就是上課會遲到啊 打瞌睡啊 然後常常練習會偷懶啊 他不在的時候 你怎麼偷懶法 就是我們那時候會... 因為他有時候會... 我們都是大概五點半起床 六點晨草嘛 那因為那個時候教練剛生的第一個小孩 所以他每天都從高雄搭火車上來 看我們第一天的晨草 但他的火車我都還記得很清楚 六點十七分剛好到學校 你們是偷查時刻這樣 對 我會去... 其實大家都會啦 然後我們大概到六點的時候 全部躺在球場睡覺 因為真的太累了 然後我們會騎一個學弟 在那個... 三樓... 把風... 就在窗戶說 教練來沒 教練如果來大聲喊 然後我們就在那邊睡覺 結果... 就會聽到大概六點十五分的時候 就會有一個學弟答案說 教練來了 然後我們就全部衝進去廁所 然後開始幫彼此攪水 然後好像... 假裝流汗 熱得很開 然後這樣 然後全部都要很精神抖手 然後教練就走進來了 教練好 然後... 做完操了沒 做完操了 然後可以開始嗎 可以 我們都熱完身了 然後那個精神還要特別抖手 你知道 其實這個... 那個... 你說壓痕 壓痕都還沒有... 對 還沒消掉 可是... 這個事情真的是... 應該是田家仁第一次知道這件事 所以他到現在還不知道這件事嗎 你確定... 這其實算小事啦 對啊 其實算... 因為結果是美好的嘛 最後拿了冠軍 你從新榮到師大 其實學院時期就很豐收嘛 一冠軍又有MVP的 你覺得你在高中跟大學階段 可以有這麼成功 或是跟隊友這麼好的關鍵是什麼 我想... 我那個時代的師大 因為大部分人 我們還是... 跨著兩邊去做... 做球員嘛 就是那時候職業跟... 學生並沒有... 還沒有分割 所以... 其實當時在比賽經驗上 跟我們比賽次數上 其實就跟一般的大學生會有點落差 那也剛好我那時候的隊友幾個都是非常優秀的 也是現在幾個職業球隊都... 像宜輝啊 像當時的蘇一傑啊 然後甚至到我大師要畢業的時候 那個時候還有我的表弟羅一群 還有... 托伯承 然後甚至是蔡俊敏這些 就是以後一起打球很久的戰友 那當時其實我們師大的球員是... 確實比其他學校的戰友優勢一點 那...也是因為這樣子 所以我們在大學能夠取得很不錯的成績 嗯...